三名嫌犯被连警压着上车 准备往地检署复训 因为这几个童童设犯妨害自由恐吓取材 他们卢走一名料姓镇商 还逼迫签下上亿粉票 巷弄狭窄进出汇车都有困难 嫌犯疑似看准地利之便 埋伏掳人 趁着料姓镇商出现强压上车 当时料姓镇商就在这本巷弄中 被人卢走不过可以发现说 这边是死乡住户跟工厂不多 恐怕地方是遭有埋伏 刘姓被害人1月3号晚上到朋友家聊天 却被当场被6名男子掳走 上车后立刻被遮住全脸 最后车开到了烂水新市镇 软禁后逼迫他签下本票 双方斡旋多回 确认本人签完票 才把人又载到巴黎丢包 剑伤惊恐10小时还好全身无伤 你叫自己骄诈你 在这边运动 可能人家无伤 剑伤被掳10小时过程中 全程蒙眼连手脚都被绑住 限制行动 当时6名扼煞拿出整叠本票 只说看到其中一张是2000万 其他金额不清楚 推估料姓建商 恐怕签下上亿元的本票 只1月8号被害人在朋友陪伴下 到警局报案 说自己有可能因为帮人做保 惹祸上身 只是2月22号早上 三名嫌犯盗案后 表明受托帮忙压人 原因是被害人自己的债务纠纷 双方说法不已 9点多左右 其中在这个案件里面 有三名犯嫌 那志愿盗案说明 这份料姓被害人背景雄厚 公司就设在士林区 挂名综合市场股份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同样的地址也是建商公司 也曾担任董座 不过料姓建商被掳走10小时 惊魂一夜 却选择在一周后才报案 是否有引擎还是遭人恐吓 不准透露原因 TVP新闻 高志宏 陈盛文 叶军SNG小组 台湾报道